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穩超聖券節目 我相信投資人今天的行情 他比較不會怕 因為昨天下跌的第一次 下跌了40點 他可能心情上面會比較害怕 但是今天的話好像沒有跌了對不對 對 好像跟美股的連動性 好像也不是很高 那嚴老師必須要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必須要事先講 事先講才能夠領先這個市場對不對 如果說每一次都等到 這個股票要漲上去了 我再拿出來跟你講 我相信對你的幫助也不是很大 所以說嚴老師今天 我要告訴你一個非常非常 重大的一個秘密 被動元件到底會不會炒 你不用猜 好不好 你不用猜 你之前操作被動元件可能你很失望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從今天開始被動元件 這個型態上面已經改變了 被動元件這個族群 你要記得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消化庫存 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消化庫存 用5G的手機 因為現在5G的手機 對於被動元件需求兩倍以上 所以說這個消化庫存很快的 這個庫存就會不夠了 那不夠之後接下來就是缺貨 缺完貨之後 那未來到底會怎麼樣你就慢慢看 那第二個被動元件 還有另外一個商機 這個商機現在應該沒有人知道 應該沒有人知道 但是隨著這個被動元件 這個國具 華興科 信倉電 今天的加邦也拉到漲停板嘛 對不對 那這幾檔股票其實都要注意一下 加邦是屬於一個線型比它漂亮的 線型比它漂亮的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加邦來 這個線型是很漂亮的 今天漲停板還有5000多張 沒有買到 這是屬於一個低檔去起漲的 低檔去起漲的 2327的對不對 國具啦 國具你買在這個地方你賺不到錢 為什麼 因為這邊經過一個月 經過一個月的股價 你不一定抱得住 你不如來注意什麼 華興科 華興科今天怎麼樣 已經突破整理了 突破整理的股票比較好做 比較好做 那當然有人會問說 老師這個新商店你怎麼看 其實新商店的操作難度更高 那到底能不能賺得到錢 不是說聽言老師在節目裡面講說 這個被動元件要漲了 反正要漲的股票 那我就去買啦 買了以後就真的能夠賺得到錢嗎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這檔股票叫做聯發科 那為什麼我在低檔區 我跟你講這個地方有買點 這個地方你可以佈局 甚至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你為什麼聽不下去 為什麼聽不下去 每一次拉回我都跟你講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買點 都是一個好的買點 對不對 你聽得進去 你覺得就賺得到錢嘛 那你聽不下去 對不對 我每次跟你講 你要現在要加入什麼 要加LINE 要掃描QR Code 你問我的股票聯發科 聯發科 我有沒有在LINE裡面 我直接告訴你 有吧 那我是不是叫你買多一點 我相信你現在只要掃描QR Code都來得及啦 只要加LINE的人都來得及啦 但是要留下你的姓名 留下你的電話 不要說你掃描QR Code加LINE之後 你還沒有留下姓名 那你沒有留下姓名 沒有留下電話 我問你好不好 你問我的聯發科 我回答你 我要去告訴誰啊 我在節目裡面有沒有正式的講 如果聯發科做不到 你要注意哪一支 6233的什麼 旺九 旺九 來 旺九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這個叫錢補底啦 底部找買點 拉回也一樣啦 你也不要去猜錯 老師 這個股票到底會漲幾倍 今天怎麼樣 再創波段新高 現在漲一倍 未來會漲幾倍我不知道 這是第一根漲停板 加LINE的有留下姓名的 我先講 你加LINE的人要留下姓名 你沒有留下姓名 沒有留下電話 旺九 我也不知道說要去通知誰啦 老師 這個很旺 第一個字叫旺 第二個字叫九 加起來叫旺九 老師 真的 真的很旺 兩天兩根漲停板很旺 三天三根漲停板 老師 真的很久 所以這個名字取得應該還不錯 這家公司叫旺九 取得應該也非常好 這天跟你講什麼 這天跟你講拉回好不好 拉回 昨天有沒有拉回 有啦 無啦 都證實了 來 這個地方跟你講拉回 拉回 這個地方有沒有拉回 早上九點十分到九點 九點到十點都買得到 今天呢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有沒有事先講 絕對有 你買不到聯發科的 那你就是買那個旺九嘛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了 買到的應該都賺得到錢 對不對 那未來要買什麼 未來現在要去買的 跟我這個測標寫的一樣 要買底部起漲的 當然我不是說只會跟你用講的 我一定會證明給你看嘛 什麼叫做底部起漲的 來 這支啦 這支之前有人說過嗎 沒有啦 可曾今天再創波段新高了 來 這個叫底部起漲的 那這個地方你不用追了 不用去追啦 這個地方可能有拉回好不好 拉回的時候再注意一下 有沒有做 老師 你有沒有做 來 自己看一下好不好 自己看一下啦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啦 我相信我的節目裡面都是公開的 那當然今天跟你談到的主題啊 我會放在被動元件 今天為什麼要跟你講被動元件 因為我不管在廣播節目裡面 我在網路節目裡面 包含來到運通財經台 在LINE裡面 都很多人問顏老師 老師你對於被動元件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說不行買 老師你現在對於被動元件的看法 我說佛元還沒有到 我說到了之後我自然的我會告訴你 今天是9月26號 來 佛元道 有緣了啦 跟一對男女朋友一樣 可能剛剛開始認識嘛 約個會 看個電影 都沒有來電嘛 那沒有來電不可能說有緣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今天我覺得他是一個佛元道了 今天的家邦拉到漲停板 今天的國劇盤中再創波段新高 今天的華新科突破前高 今天的信倉店大漲 老師我到底要買哪一支 老師我到底要買哪一支啊 一般投資人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注意到國劇華新科 那資金部位比較小的 這個家邦跟信倉店拉回好不好 拉回要注意一下啦 資金小的買 資金部位比較小的看家邦 看所謂的信倉店 大支的你呢 資金部位比較大的 有那個五百萬一千萬的 兩千萬的 你不是去買那個小支的好不好 注意到國劇 另外一個叫什麼華新科 好 我也事先講喔 不要說被動元件從今年 從現在開始漲 漲到今年年底 你說老師你沒辦法 這個庫存化目前為止正在走啊 那未來還有一個利多消息 這個不用我來講 等著股票漲上去之後 57台 58台 甚至很多分析同業都會講 我這邊先保守一下好不好 我就不用講 我等著別人來講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這個叫加邦 來加邦 來 今天股價非常快喔 你早上沒有買的話 來 早上沒買啦 直接拉漲停 這是被動元件裡面 第一檔股票拉漲停 這是被動元件裡面 底部起漲的第一根 電話要不要留 我不曉得 姓名要不要留 我也不曉得啦 留下姓名留下電話的 我們會通知你 我們會通知你 你如果是顏老師會員的話 我跟你講不用通知啦 來 國劇有沒有發簡訊給你啦 你回答顏老師 有 還是沒有 就非常簡單嘛 國劇這檔股票 今天老師有沒有發簡訊給你 有 你就跟大家講有 沒有就說沒有嘛 對不對 那未來會怎麼樣 好不好 未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未來 未來到底是上嗎 還是下啦 這個我們都不要去做股價的猜測啦 因為我們要遵照這個投信投顧的一個法規 不要去預測股價 但是我簡訊裡面我都講了 你是顏老師會員 直接回去看簡訊好不好 來 看簡訊就知道了好不好 有沒有 不用猜好不好 不用猜啦 你的掃瞄QR Code 被動元件該怎麼做喔 被動元件該怎麼做 我之前跟你講你不用做嘛 賺不到錢 為什麼 來看一下 國劇 這個地方你敢買嗎 你不敢買嘛 你不要跟我講我買在這一根 我等一個月 結果股價怎麼樣大漲 你不要騙我啦 我認為今天的一個買點非常好 6173的信倉店來 你問我 我答案直接跟你講 買在今天比較好 2492的華興科更漂亮了 今天買突破 你買在這個地方你要等一個月啊 你買在今天的話你不用等 好不好 不用等 甚至說你買到加幫的 來 加幫的 漂亮吧 漂亮 那被動元件記得 注意啦 明天 老師 免禮拜五 你常常跟我講禮拜五 這個大盤要拉的機會比較小 被動元件它是屬於一個 低檔去整理結束 今天才剛剛開始發動 雖然是明天禮拜五 但是還是有機會持續的創高 所以說你還沒有上車的 你有興趣的啦 我認為你不見得會有興趣 之前被動元件都不會漲 之前被動元件很飆 但是我賺一點點就跑掉了 比較倒楣的 埋在高檔區套到現在 我先講 我今天針對有被動元件的投資人 一定要做出一個掃描QR Code 加LINE的動作 你的手中股票被動元件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來找我 為什麼要來找我 我會在QR Code裡面告訴你 我操作被動元件我跟你講 很厲害 很厲害 我的QR Code裡面會告訴你 掃描QR Code之後記得留下姓名 留下聯絡的電話 我會告訴你好不好 來國劇怎麼做 國劇要怎麼做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龍頭嘛 龍頭該怎麼做 華興科股價很漂亮 老師今天漲了6% 6% 今天大盤在跌 它漲了6% 那未來該怎麼做 未來該怎麼做 這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說我今天跟大家講 趕快用手機掃描QR Code 手中有被動元件的 到好股票都沒關係啦 你來找我 那除了被動元件以外 還要注意到什麼樣的股票 汽車類股 那汽車類股要看哪一檔股票 看這一支好不好 它叫自身科 為什麼要看自身科 因為它受惠 它受惠 毛利率很好 盈利率很好 那目前為止股東報收率10% 這個股票算是極優股 先進股率3塊 那自身科是一檔指標 未來有很多的汽車類股 會被它帶動嘛 所以這檔股票 岩老師的私房股好不好 我的私房菜 私房菜 我一支都沒有公佈啦 但是下一支 下一支的自身科第二 自身科第二 我們已經要開始做了 你有興趣的 自身科你就不用追了 沒有買到的也沒關係啦 我們有一檔自身科第二 今天會推出來 第一檔去找買點 拉回一樣找買點好不好 股價漲上去了 這個地方整理以後還是會啦 還是有機會上啦 所以說要買就是要買這種股票 會大漲的股票 買在低檔區的股票 那自身科沒有做到的 不要再追囉 我先講 股價不是拿來追的好不好 股價漲上去就不要追了嘛 因為你低檔區你沒有買嘛 那未來還有一檔股票 叫做自身科第二 你有興趣的啦 你不做電子的你要做產產的 那有 但是我不會帶你去追 我會帶你去買底部啊 之前的事情也是一樣的 底部起漲的股票我帶你買嘛 漲上去的股票我會帶你追嗎 我不會啦 這個地方漲上去128 我跟你講會拉回 有沒有拉回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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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地方還跟你講開盤是140嘛 還是可以買嘛 漲停板有沒有跟你講續報 為什麼 因為啊 因為他還未在大漲 他還未在大漲 對不對 這是根根會講到的 那當然這個最近的盤勢 你會覺得說老師這盤勢很無聊 不會喔 這盤勢很精彩 今天連最弱的被動元件都開始動了 那未來真的啦 有很多股票 你可能會想不到 如果說你問我 老師你對於未來行情看法是什麼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啊 根據這個統計的資料 上漲的機會高達80%以上 那大盤會怎麼走 你不用擔心 大盤往上的機會比較大 你如果硬要說這個大盤啊 什麼拉回找買一點 什麼這個先蹲後跳 那我贊成啊 蹲下來我還是要買啊 我怕的是說大盤啊 整理一下直接上去 這次投資人啊 你想賺大錢的機會就很少了 我之前跟大家講到這檔股票 叫金冊對不對 當時候有人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是股後嗎 有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是股後 顏老師跟一般老師不一樣喔 我就可以事先的把這份資料送給你 在8月23號 已經送了快一個月了 應該賺的錢都賺了 漲到700多塊錢我跟你講赤木以爛 漲到891塊錢我還跟你講 你還是要慢慢看 我跟你講股後不是這個價錢啊 股後不可能只有800多塊錢喔 我先講喔 股後跟你想的不大一樣 800多塊錢就可以當股後 老師真的耶 800多塊錢就可以當股後 真的嗎 漲36塊錢我跟你講持股續爆啊 有沒有 有沒有 來到856塊錢 我一樣跟你講持股續爆 持股續爆 該賣 顏老師會賣 你放心 但是我不相信 你現在跟我講喔 對不對 我在這個地方 我沒有跟你講話是未來的股後 現在有人說它是股後 股後不可能只有800多塊啦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打死我都不會相信啦 就像當時候 我說有一檔股票嘛 這個95至尊 你來會場我送給你 有沒有買到之後立即拉漲停 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 有沒有 自己講啦 有就是有嘛 沒有就沒有嘛 之前跟你講的立即 你說老師會翻一倍 結果他翻了幾倍 他翻了三倍 有些事情不是各位想的那樣子啦 沒有那麼簡單啦 你如果把任何的事情都想的那麼簡單 我認為你要賺錢的機會不是很大啦好不好 那我們當然明天我們會佈局10月份 10月份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那當然有一檔股票我們請大家怎麼樣 請大家一起來做出一個買進的動作 那我先講 明天要買的股票就一檔股票 買進這一檔標股你就能夠立即的翻身 那我請各位養成一個賺大錢的一個機會 這個賺大錢的機會目前為止就在你手中 目前為止就在你手中 我先講只有一檔股票 只有一檔股票 不是買很多檔 那會不會比 這個今天的自身科我打開給你看的還要更標 絕對比這個更標 因為這檔股票 我先給他取個名字叫自身科第二好不好 好 那如果說你想要買進未來比他還要更標的股票 那你記得喔 記得今天你還沒有加LINE的趕快加 還沒有掃瞄QRQ的趕快掃 記得明天會發動的股票 就像自身科當時候在低檔區一樣 我們不會在各位去追股票 我們只會買在低檔區的股票 希望低檔的股票老師帶你來進場 岩老師的私房賽絕對比自身科還要更標 還沒有加LINE的趕快加 為什麼要加 加一下我們明天你留下電話 留下這個姓名 我們會請助理專門通知你 我們會請助理直接通知你好不好 這樣比較快 早上九點半以前好不好 你立即的用手機掃瞄QR Code 立即的加LINE 那如果說你要直接索取也可以 我們今天全線開放 今天打電話進來的人 下一檔標股 股票名稱股票代號 完成登記之後 我們就會告訴你 告訴你之後明天發動點 發動點到了 我們立即的通知 等一下廣告時間趕快打電話 標股來電就有 未來會大廠的股票都在QR Code 趕快掃瞄QR Code 立即的撥打電話進來 打電話進廣告 加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源頭顧智庫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頭顧智庫專線 輪源頭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航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選股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這個機會來了 就要好好把握 我們一個月就開放一次的機會 讓大家怎麼樣 提早佈局啊 10月份會大漲的股票 九金十銀你已經驗證過了 我們現在要迎向 這個光輝的10月 希望每一個人都打一通電話進來 希望每一個人 還沒有加代的趕快加 雍智科帶你去做 我絕對是賺錢的嘛 因為股價創新高 我也沒有叫你去追啊 拉回有沒有叫你買 沒有嘛 你就低買 拉回少買點 賣掉 錢就到手了 這張股價叫散熱的對不對 有帶你去追嗎 沒有嘛 全蘇的會員全部獲利出場 全部獲利出場 金居也是一樣 金居也是一樣 現在還有人在問 老師漢的也該怎麼辦 你應該是賺錢的啦 這股價創新高漲一倍了 怎麼可能還會打電話進來說 老師我該怎麼辦 沒有啦 賺得多恭喜你 賺得少那也沒辦法對不對 每一次都喜歡看節目 老師啊尼克森怎麼樣 可以賣了啦 有新的股票出來了 我竭力我先講我賣囉 我賣掉 現在還有人打電話進來 套牢的 我竭力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啦 我認為這個股票我就賣掉了 我誠實的告訴你 但是這一檔股票 雅德哥你要注意啊 不要賣太早 應該講的我就告訴你啦 好不好 老師金像光還在漲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不追高好不好 不追高 這個康空 來 叫你卡電話你來拿 你有來拿啦 老師給你競技啦 這個最早節約的是哪一檔股票 叫利基 老師利基怎麼漲那麼多 有時候你很難去想像 股票其實就是一個時機財好不好 這個時機來了 你看到了 你跟他有緣 33塊開始基本 你如果是說你賺那麼多 你心情會比較好 現在人家叫他叫什麼 這個651的競技叫股後 股後只有800多塊錢 我不相信啦 我真的啦 你這樣跟我講 我都不會相信啦 最近的旺九來 標不標 標齁 那未來會大招股票在什麼地方 老師會不會比這個旺九要更標 我認為會喔 所以說你現在 還沒有加 還沒有加Line的 還沒有掃描QR Code的 今天趕快把握機會 趕快做加Line 趕快掃描QR Code 因為明天有一檔股票 顏老師會親自的 請我的助理 直接撥電話給你 所以說你現在用手機掃描QR Code 記得要留下姓名 留下電話 直接打電話可以不可以 非常好 老師歡迎 好 打電話進來 標股來電就有 記得喔 電話一定要撥通 電話比較難撥 今天機會非常難得 標股來電就有 打通電話就是你的 我們明天見 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